书展现在可不能只卖纸本书 当然还要涵盖这个环保的电子书 联合报系就跟国内外300多家出版社签约 希望能够成为最大的华文电子书平台 让大家可以把图书馆带着走 打开手上行动载具 里头的电子书种类琳琅满目 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联合报系联合线上 继去年推出UDN读小说电子书平台后 今年又开发新品牌UDN读书吧 为读者扩大服务内容 去年开始我们跟联金出版 成为一个更紧密的partner 那就有更多的书 书目多了以后当然内容更丰富 大陆盛大文学旗下红袖天香 目前和联合线上合作的国内外出版社 已经高达300多家 拥有的电子书大约3万本 这次再开发新品牌将会纳入更多书籍 希望读书本宝能够变成是一个 购买台湾读者购买电子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平台 那么就可以很快速的带动整个台湾电子书的发展 看准智慧型载具的阅读市场 许多电信业者纷纷加入电子书的战局 远传推出一书城 中华电信的哈米书城 也一改指服务电话用户的方式 开放用Facebook账号登入 且设计出订阅新书的服务 读者随时线上刷卡 就可先读为快 只要按下去是就可以了 使用电子书不用砍书印书 也不用烦恼家中书堆无处放 成为新世代阅读的主流 各大厂商也不断求新求变 希望提高消费者的下载意愿 UDN TV 卢伟忠送文欠 台北报道